哈喽大家好,我是Axo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如何找到对的导师 这里不只是说要找股票的导师 当然如果你要在股票里找导师的话,我也可以 我有一个最新的课程是教大家 在我这一生里,我把我所有会的技术分析的知识和技巧 全部都放在这个课程里面了 所以要学习的朋友会把链接放在影片下方 OK,那么我们说回来 不只是股票的导师 可以是你生活的导师或者mentor 可以是给你人生建议的 你要去学游泳,你要去学打鱼毛球 你要去找询问师等等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要如何找到对的导师呢? OK,导师他就有分三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的导师就是理论者 也就是讲Diori的 OK,比如像大学老师 他教你做生意,他教你marketing,他教你设计 可是他其实自己并没有参与在里面 他是把这一行这一颗的理论全部都交给你 这个就是第一个等级的导师 那么我们在生活上也是会有看到很多导师 只是第一级的导师 他只是教你那个Diori而已 那么如何要去应用,要去apply的话 那还是要靠你自己的造化 那么第二级的导师呢 就是见证人 就是你找的这个导师 他可以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旁观者 这些人也是很厉害的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Elon Musk的跟班 那么他了解Elon Musk的一举一动 他了解他的行为,他的习惯 他沟通的方式,他谈判的方式等等 这些他都非常清楚 那么如果你要问人神建议的时候 他给你的建议,你就值得去听了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成功人士的跟班 他是有见证过成功人士是如何成功的 那么他给你的建议,你就值得去听了 或者说像Mayweather的训练师 他虽然没有去打过比赛 但是起码他是看着Mayweather是如何从零到有的 他是知道在这一个行业,如果要成功的话 你是需要什么特质 你是需要什么习惯 你是需要做什么东西才能达到那个低位 所以他给你的建议就非常珍贵了 这个就是见证人 那么第三个级别的导师 就是应用者 也就是他本身就是成功人士 他本身就是你的目标 那么你能找到这样的导师 你就更加应该去珍惜 我认为失败不能说完全是成功之母 因为失败过的人不代表他会成功 但是成功过的人他更加容易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成功是一个方法论来的 会成功是靠着一个方法的 所以他会成功就是因为他有那个方法 他会 所以你给他从零开始 他有那个方法 他就会更加容易的再次成功 但是如果你是一直失败的 不代表你会成功 因为你都还没有找到一个成功的方法 对不对? 你只是知道了什么方法不会成功 但是你还不知道如何去成功 你还不知道要有什么特质 要有什么习惯 要怎么样才能去成功 所以失败并不完全是成功之母 所以在生活上 如果你要找到最好的导师 就是直接能找到应用者 这个等级的导师 但是这一类的导师 是最难去接触到 然后成本又非常高 像打羽毛球这样 如果你想去打羽毛球 如果你找到第三等级的导师 你直接去找世界级别的选手 来去陪你陪练 那找到第三等级的导师 有什么好处呢? 答案就是速度 一个对的导师 他能把你两年要学的东西 缩短到两个月就会学会 所以找到对的导师 最好的用处就是速度 你达到你目标的速度 肯定会更加快 就好像之前 Excellson和他们一般选手 在Dubai一起训练嘛 那么训练出来的时候 你看那一般选手 他们都打出成绩来的 他们的成绩都是比以往 还没有训练的时候更加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训练的对象 都是世界级别的 都是第三等级的一个导师 OK? 你每天都在跟Excellson打 你每天都在跟这些世界级别的人打 那么你成功的速度 肯定更加快 在生活里也是一样 你跟你的朋友聊天 你跟你的亲戚聊天 你跟某某人聊天都好 然后他给你的建议 你是否要听你就要想一下 他是在哪里一个等级的 你也要看一下 他是否是那个你想要成为的人 你才去听他的建议 不要那种他只是第一级别的人 他自己都没有去干过 那么他问你 他就跟你说这个很难 那个很难 对不对? 那么这个难 是他的能力 他认为难 但是在你身上 不代表他是难的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成功的 那么可能你的亲戚还是朋友 他是看过成功的人 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那么他给你的建议你就值得去听了 接下来就是 你要如何去找到这些对的导师呢? 这里每个人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住的城市不一样 你的生活全不一样 你的能力不一样 你的性格不一样等等 所以每个人要用的方式 去找到一个对的老师都是不一样的 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就是书籍 一本好的书籍 他就会把一个很好的导师 他所有的想法都放在那个书籍里面 那么你只要阅读了这本书 你就好像一对一跟他对话这样 OK 他把他这一神会的东西都交给你 所以最后有把影片看到这里的朋友 我相信大致上你们应该都喜欢这期的内容了 所以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和点赞吧 那么今天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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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